频川说论镜天天聊不说 大家好我是频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人惊大战 由英飞大战精灵王彩色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AZ亚马逊 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人族ID叫英飞 就是我们国内的四皇 目前是四个种族用的都非常不错 本场对抗它是随机随机到了人族 它的人族现在也是难得一见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 一名红色的暗夜精灵ID叫Colorful 我们国内的精灵王彩色 2021年精灵王被评为我们国内最佳的魔术选手 其实力可想而知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暗夜精灵首发的是KOG 还是选择老陆的一个打法 这边战争国术造的位置也非常不错 两个点都可以练 好我们看一下英飞四皇的一个开局 英飞这边首发的是大法师 从开局来看依然还是中规中绝 那英飞最近的话各种在天梯上整活 不过遇见职业选手他打的还是蛮认真啊 前几天就吹了吹了happy一次 那这一次遇见了彩色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扛住压力击败 目前我们国内顶尖的暗夜精灵王彩色 这边暗夜战争古术直接开练 细节很不错啊勾了一个闪电队 那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人族应该是也要来练分矿 这边先把小精灵给赶跑赶跑之后 自己要勾一下这个怪 勾出来更好练 但是暗夜精灵帮你反勾一下 好人族继续过来勾一下 哇双方前期 这个小细节都非常的针对啊 大法师水元素一招 那这里为什么要勾呢 因为你不勾的话 这个石头人直接用石头砸大法师 大法师会有点难受啊 这边暗夜直接两个小精灵过来 就是爆掉你的水元素 那人族练击确实非常靠水元素啊 没有水元素的话 没有耽误去抗这个伤害 好这边小精灵成功把水元素给爆掉 人族我们看一下练完这一波 6G试后来能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第二个水元素再一次招出来 打一个抽篮棒 KOG哇KOG过来已经二级了 这个暗夜的练击效率是真的快 上来大法师抽了一下KOG KOG追着你的小农民杀 大法师反补了一个小农民 那这里KOG的话小数人一招 又开始杀你的小农民了 就是尽量拖延一下你疯狂的一个节奏 那大法师因为有抽篮棒 所以说这个魔法值稍微有点多 第二个水元素也招了出来 好大法师第二次反补了一个小农民 这一局英飞的细节很不错啊 小细节很不错 大法师这里看看 哇第三个小农民反补掉 这一局英飞操作非常猛啊 反补了三个小农民 对方最多杀了一两个 这一波的话 大法师把KOG给赶跑 那暂时还不能去对方家 先练到三级再说 而且万一你追到对方家 对方从另外一条路绕过来 你分框就难受了 所以大法师还是在旁边先练一下 最好练到三级 离自己分框不要太远 KOG过来解一下装备 刚才的话装备打的 智力加三 加速手套还是很不错啊 这边KOG的话井水一喝 科技的话 二本升了三分之一 继续和人组稍微牵制一下 二本一号是吧 二番一个英雄 又可以继续过来进攻 人组现在是所有的资源 往分框倾斜 暂时没有身本啊 大法师先把这个狗头领给勾出来 这里小精灵又反勾回去 这一集双方各种小戏解拉满 我们看这里的话 大法师想去骚扰 这一波小星好像进入别人的圈套 KOG上来一发残绕 直接尾杀 那大法师没办法 只能叫TP了 哇 这一局彩色的操作也很暂性啊 趁你把多线操作的时候 一不留神直接把你大法师给围杀了 好大法师这一波的话 差四点经验值 马上升到三 这边练到三级之后 这个关也可以稍微练一下 等对方过来进攻 刚才去的话 进入了别人的包围圈 有点难受啊 有点难受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人族分框开好 资源方面 现在人族的话 金币和木头都有点缺 分框暂时开不出来 所以说 这一局的话 人族科技啊 落后还是有点多 好消息是 自己大法师等级还行啊 已经快三级半了 然后分框也顺利开了出来 分框这一边 有一根圣塔 再造一个商店 后面的话 建筑学也要玩一下 稍微的把自己的这个分框给堵住 这一边QG三级 直接过来骚扰一下 那这里只能反补一下 这个小步兵了 好 再一次反补成功 那这一局的话 因为化身刀塔大神 QG再一次过来缠绕 那这个步兵又只能反补了呀 QG三级二级缠绕啊 杀步兵是真的强 这里好 非常灵性 撒一下粉 把对方的眼镜给排掉 大法师再一次反补 那这一局的话 大法师至少反补了 三个小农民 两个小步兵 这一局操作拉满 我们看一下 暗夜七零二排一个熊猫 熊猫开始双线来裂了 熊猫打人 走后面 如果能顺利打到五级三级火 人组真的是有点撑不住 好 三级QG继续过来骚扰 又来了一把缠绕 而且还想杀影的水元素 缠绕了两个 这里的话 水元素被野怪给A掉 诶 这个步兵 对方少A了一下 这个步兵居然保住了 那这一个步兵能保住吗 我们看一下 这个状态 好像保不住 还是被对方给缠绕致死 熊猫 已经双线到二级了 暗夜 这个链级效率也是非常的高 好 QG回家 智力加三 扔地上 井水一喝 这个状态恢复好 继续可以去骚扰 人组的话 好 继续排眼睛 把对方的视野排掉之后 大法师看看 好 商店在分框 先买一波药膏 贴一贴 然后分框的防守 再补一下 科技的话 人组200刚开始升没多久 三级QG继续过来骚扰 这一波的话 QG上来一个产道杀你一个不必 很赚很赚 这里二级水元素 先把对方的QG赶捧赶捧吧 好大法师再一次反补 这一局 应非成为反补之神 最近可能刀塔打得有点多 另外一边 熊猫继续双线练 练完这一波的话 即将到三 QG呢 还是源源不断盯着这个人组 这一局彩色 倒是没有忙于去进攻人组的分框 而是各种转战损 然后自己练级 那人组也是一直出步兵 用步兵来拖时间 这一波 好直接抓了过来 我们看一下熊猫赶紧撤 哇熊猫这个练级效率真的高 直接到三级 这变二英雄 就跟你一英雄一样的等级了 你说这个抢不抢 好先把对方的战争鼓速给A掉 步兵 看看要不要去买一个飞艇 没有飞艇的话 熊猫二级火太凶了 赶紧上飞艇 完美撤退 好大法师把对方的战争鼓速干掉 然后二级水元素一招 把KOG给赶跑 大法师身上没有回事 只有单纯 说实话还是有点小危险 这万一被对方再来一个围杀 好看看小鹿也出来了 暗夜精灵出了小鹿 那还是过渡一下 后面的话还得出熊 既然暗夜精灵出熊 那人组后面的话 打个200 发一个血法师 目前非常流行血法师的这个打法 打法师四级了 快四级了 赶紧继续去暗夜家里搞一波事 飞艇空投一下小步兵 杀对方的一个 直接一个群补一贴 小步兵状态恢复好 杀对方的一个伐木机 伐木机杀完 大法师升到四级 暗夜精灵也买了一个飞艇 可是来迟了呀 没有救回自己的这个伐木机器人 KOG继续补一下状态 好这一波 Infit的空投效果很不错 至少拖延了一下对方的一些建筑 还杀了对方的一个伐木机器人 那对方这个资源可能会有点炸 这里对方暂时没有空军 拿飞艇啊 不是很多办法 这边的话小鹿很多 水元素 水元素也上了飞艇了 可以的 这个经验值没有给对方 大法师刚才的话 还瞧瞇瞇的去买了一个回程 非常非常的保险啊 这边飞艇 直接在你上方 你敢走 我就空投下来 暗夜精灵被迫在家里守一守 这边暗夜精灵 也是分框开好了啊 这边操在这里了 然后爬过来 这个地道 吃得很帅 人组继续骚扰 空投一下 现在人组继续为自己的二本兵 拖时间 这边空投一下 然后对方没有空军啊 只能小鹿点一点 大法师跑的是有点快啊 因为有斜 双线操作一下 人组二发的是一个血法师 家里看看火枪 哎 这个火枪卡住了啊 有点伤 暗夜精灵 我们看一下是过来进攻呢 还是练级 看样子应该还是练级啊 熊猫感觉还是练到五级 这一局的话 彩色进攻性不是特别强啊 大法师四级 看看状态继续一步 血法师妥妥工具了啊 给大法师送出点魔法值 另外这一边的话 继续空投 拖一下你的时间 暗夜精灵 拖不起啊 熊猫只能继续练 然后让KOG一个人守家 这里大法师 哎 又单纯过来呢 KOG有点危险啊 赶紧烧飞铁 赶紧烧飞铁啊 这里小鹿再量产一点 熊已经开始要生这个德鲁伊了 现在空投一下 暗夜精灵小鹿来守 但是家里的话 木头确实有点炸 飞铁在这里就是不走 那人族现在家里的话 二本兵还在补 二本兵现在应该是 男巫破法还有火枪 后面的话 大法师应该要洗个点啊 大法师要洗个暴风雪 砸对方的熊 这一波的话 KOG买毒球了 毒球砸到你的身上 源源不断掉血 这一波输出还是有点高 和靠一极水元素 那对方的话 小鹿生好了驱散 经验值又拿到手了 大法师一眼还在 对方家里各种搞事啊 KOG也是有点烦恼 不能离开家啊 只能在家被迫防守 好消息是 熊猫双线已经练到了四级 四级熊猫团战 说实话还是很猛的 而且暗夜精灵乘乱 已经把分框给开了出来 目前是双框 打双框 现在暗夜精灵 有一个科技优势 人族的话 资源可能稍微多一点 人口方面 现在人族是63人口 暗夜的话还是50 暗夜沾山没有破50啊 等自己这个熊 熊升好趴下之后 就可以报兵了 这一波KOG 反抓一下 可以的 反抓一下 你的这个血法师 真的就是在万人 在你的大部队当中 直接把你的血法师给杀了 那这里 大法师要不要报仇 大法师买了一个炸弹人 可以的 买个炸弹人 你刚好单传回来 等你 屁啊 你炸 这一波炸的很舒服 商店给你炸掉了 那这一波KOG 有点危险 KOG没有血 大法师有血 KOG要交TP吗 被大法师各种追杀 哎 这里怎么自信回头了 操作出现了一点失误 直接点掉 哇 这个KOG死的有点冤 有点冤 这里双线练熊猫 双线操作不是特别好 可能是编队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 KOG 竟然往熊猫这边来跑 结果被大法师给点掉 这一局双关有来有往 你杀我一个血 我杀你个KOG 那人组血赚 好 这里的话熊猫回来 熊猫说 KOG 阵亡也许是一个好消息 你们接下来经验值 就是我熊猫一个人了 团战起来的话 成长性啊 还是熊猫比KOG稍微好一点 熊猫即将到五级 看一下人组 现在是多少人口 68人口 暗夜也破人口啊 现在是60人口 双方差距8人口左右 人组现在练级非常疯狂呀 熊血法师已经二级了 将来冥冰敲出来 好 直被暗夜的分框 这一波人组要开始发车了 大法师有没有喜好点呢 看一下 大法师好像在这 没喜好点 还是水元素 把这里前线 就趁你KOG不在的时候 开始搞事了 先塔放下来 然后拆拆你的月亮景 看一下熊猫 阵型拉好 往前冲 接下来就是一个攻防战了 一个攻防战 熊猫 这边的话熊吼一下 好 血法直接放把火 劝退 打落拧下你的阵型 为自己的这边的塔拖时间 如果塔 人起来 暗夜精灵 这个分框就有点危险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KOG还在复活当中 还没有出来 双方都试探性的进攻一下 好 熊猫往前冲 哇 酒果一喷 人组身上的话 一个群补不是很多 好 血法师一把火一烧 这里熊猫已经五级了 熊猫五级了 接下来再一个酒果一喷 群补就要吃了 酒果一喷 大法师赶紧跑过去 群补要吃了 要吃了 这不吃就没了 对 群补一吃 好 这一波的话 通过这个火 还是把对方的熊烧了 有点惨 熊猫一口我一喷 这一波没有喷到什么单位 熊猫一个来 好像有点搞不定 还是要等KOG KOG买个毒球 缠绕一下 哎 血法师危险了 血法师 好 南无第一时间驱散一下 熊猫酒火继续一喷 这里有很多小农民 扛了很多伤害 那这里塔已经起来了 塔起来 伐木机器人也过来了 这一局 这一波的话 人组全家老小 全部拉了过来 这里继续打一个阵地战 现在暗夜精灵 熊的状态没有恢复好 还是等自己的烦恼还统 这边水元素解决一下 大法师暂时还没有到我 还是四级 现在是两根塔起来 三根塔也马上起来了 熊猫又是酒火一喷 现在就靠熊猫消耗人组的一个状态 人组前线 直接造了一个商店 慢聊一天 很舒服 现在双方都是72人口 好 血法师 血法师单传回来 买了一个群补 人组有群补就可以开始打架 没有群补的话 确实被熊猫消耗的有点难受 好 看看这一波 暗夜精灵 进暗夜精灵 看看是继续进攻 熊猫继续酒火各种喷 人组 破法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破法往前一顶 后面血法师放火 大法师水元素招出来 熊猫被抽神控 身上没有蓝瓶 KOG身上也没有蓝瓶 熊冲了上来 这里插你看你血法师状态不太好 想杀血法师 血法师及时拉扯 放一把火 这里熊 被烧得很难受 人组背靠自己的三根塔 然后女巫捡你一个素 人组这一波的阵型拉扯非常的帅 熊猫熊猫回家的话魔法制补得差不多 酒果继续一喷 5G熊猫 这个酒果一输出非常高 血法师磕了一个血瓶 再磕个慢流 状态一补 这一波人组还是站住了呀 暗夜的分框非常的危险 这个伐木机器人农民一休 伐木机器人真的是跟钢铁虾一样 非常猛 这一波暗夜精灵很伤啊 打了半天 分框还是没有守住 对方男女巫有点多 这一波暗夜如果有很多小精灵还好 可以把对方把法师部队的状态给爆掉 结果没能来得及 把大法师继续拆 暗夜精灵分框危险了 好暗夜精灵选择互换 你拆我分框 我也拆你分框 那现在人组的话分框有三根塔 小路去主框搞事吗 哎主框说实话 只有一根圣打有点危险 好人组这一波把暗夜的分框给断掉 那暗夜的话没有换呀 暗夜还想打正面 不愧是彩色啊 非常相信自己的正面操作 那这一波熊回家状态不好 还想打架 人组缩在自己的塔下面 不给你打 我不给你打 有一种你冲进来 那暗夜精灵说 我不是傻子 我干嘛冲进来给你的塔打架呢 现在的话看看暗夜精灵怎么整 暗夜精灵现在是有点难受 如果你去插对方主框 对方也插你的主框 那对方现在双框打你单框 哇 这一句因为不当人了 原地直接再开一个分框 可以的 你不过来进攻 那我继续扩张了 熊猫九火一拍 他这里的话 牛捡个素 然后血法师抽泥下来 熊猫真的是被血法师卡得死死的 这一波暗夜精灵很伤啊 自己分框被别人抢掉 别人还原地再开一个分框 这时间再拖下去 对暗夜精灵非常的不友好 哇 这一波熊猫也是豁出去了 买了两个法力药水 还有一个反魔法队 这一波熊猫应该是要找机会往前吐了 这一波看看人口方面 暗夜精灵60 人组是70人口 这里的话看看无敌群补 要多买一点 群补主要是群补啊 这边熊被对方的火烧的非常难受 好 群补安排一下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 这一波是选择练这个966呢 还是选择进攻 说实话 练击目前的话性价比不是很高 还是进攻吧 KOG到5G也那样 那人组呢 也是不着急慢慢练 反正我现在第二个分框开了出来 好 暗夜精灵要过来吐这个分框了 人组直接叫TP 这一波又是一个攻防战 好 看看人组阵型拉扯的好不好 大法师已经洗好点了 水元素 这边二级暴风雪 再加上这边的火 可惜自己这个分框还是没守住啊 虽然说人组伤害打的确实很多 但分框的话没有来得及修 好 这一波暗夜精灵 打得不错 直接把对方分框拆了一个 现在人组看看能不能继续追 赚一些战损 大法师有鞋 跑得有点快啊 这里的话熊 一丝的血 一丝血但是没有杀掉 继续跑 这一波要追过去吗 熊猫单传回家 单传回家提前补好状态 是吧 阵地战的话要把这个状态给补好 这里想反射一下QOG吗 QOG想围住 没有围住 前面的话有熊猫过来接应一下 所以说人组这一波 打到暗夜的家里 好 这一波看看能不能把暗夜给端下来 暗夜这一波的话状态并不是很好 家里井水并不够 大法师三级暴风雪疯狂砸 血法师的话 现在有三级有二级二级的烈焰风暴也很凶 暗夜精灵直接吃了一个群补状态补的差不多 要开始反打了 破法阵型调整好 哇 这边暴风雪砸小ac 砸熊 现在血法师 血法师的话 二级烈焰风暴继续放一下QOG 一丝血拉开来 这里熊 这个熊的话被这个冰火两冲天杀死两个 第三个也非常危险了 人组这一波的话状态补的还不错 好熊猫反魔法盾套了起来 要开始喷对方的后排部队了 这里人组破法已经死得差不多 感觉要撤了呀 不过人组好像没有 噢 血法师有TB 大法师身上没有TB 那这一波人组要TB了 不TB吗 不TB说实话有点危险 这里再放把火 想烧QOG QOG反应得很快 一丝血拉开来 血法师很危险 好 血法师赶紧交一波TB 哦呦 熊猫一口火继续喷 这里瞬间两个男物倒下 这一波人组打得也是非常的凶 直接跑到暗夜的主框来打 暗夜的话月亮景有点不太够啊 刚才 现在赶紧修烦老黄端补一下状态 这一局双方打的是真的精彩 我们看一下这里 人组这个分框开得很舒服啊 自己这个分框又运营了起来 目前资源方面人组 现在还有将近400块钱 暗夜精灵的话120 主框马上要踩空 那对暗夜精灵来说时间有点不太允许了 小鹿过来 不过现在小鹿的数量不是特别的多 小鹿过来点点你的基地啊 点不太多 血法师隐身 又要起开始搞事了 这一波暗夜精灵两个英雄 想把人的这个分框给农民给干掉 那农民反应很快 马上拉开来啊 躲了自己的塔后面 这里看看暗夜开始分拼操作 双英雄通过AOE还有小数人各种骚扰 这一波人组只能够和对方主框决战了 我们看一下人组去守分框吧 你守分框 对方小鹿A就各种来调皮 点你一下 这里的话 哇 两个英雄瞬间把这些塔给清掉 这个塔一清掉 这个分框就危险了 难道暗夜精灵还能打回来 这里把熊猫给保存回家 又是提前补一下状态 血法师单传过来 先把小数人给解决一下 这个分框继续运营起来 大法师又买了两个塔坯子 塔还是要有的 没有塔还真不行 先放个两个圣塔吧 两个圣塔抽一下对方的蓝 这一波人组67人口 暗夜57 双方人口的话还是差距10人口 英雄等级方面 人组是53 然后暗夜精灵是45 暗夜精灵稍微领先一点点 这里的话暗夜精灵继续往前冲 熊猫突后排 酒火一喷 破法往前一顶 哇 这边南尼屋掉血非常快 人组一个群补 还有两个群补可以的 这一波能打 还有两个群补 二级猎用风暴 三级暴风雪 疯狂砸下去 群补一吃 熊猫一口火继续喷 那人组还得继续吃群补啊 这里的话 哇 这三头熊 一个保存回家 另外两头怎么办 这一头熊很危险啊 这三头熊很危险 血法师升到了四级 熊猫继续在后排喷你的这边的部队 人组 群补再一次抬了起来血料 那这一波人组 哇 双线 随随随把对方的KOG给干掉 大法是升到了六级 那这一波团战 人组大胜啊 暗夜精灵 打出了季技 我们恭喜英费 哇 这一局英费操作非常的在心啊 前期各种反补啊 没有给对方经验值 后面各种团战 打的也是非常的凶悍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